美国总统大选要到了 现在都不敢买股票 我来告诉你不受大选影响的族群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 和珊老师 全国投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和珊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越来越近了 然后成交量也一直萎缩 因为大家都在观望 那有没有什么 不受选情影响的选股妙招呢 老师 当然有啦 近期这个行情呢 就是突然跟那个全世界的news 有些干联啊 对 那么刚好呢 近期那个川普跟那个拜登呢 两个要口水战 两个要辩论了 那我的看法不管如何啊 选举是一时的 但是呢 那个行情呢 跟股票总是要回归到基本题材 那回归到基本题材 大家去想一下啊 那川普当选啊 拜登当选 5G要不要建设啊 还是要 对不对 5G要建设嘛 然后手机要不要再继续卖呢 也要 要嘛 近期那个苹果啊 那个水果啊 卖得相当的好 打破大家的眼镜耶 很多人说那个什么手机卖得不好 结果哎 排队 而且侧业都要卖 还是很多人卖 对 那开箱之后每个人都 哇 了不得好喜欢这个苹果啦 除了有一个颜色被人家说什么叫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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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看起来那个颜色蛮好看 我还蛮喜欢的 那买吗 老师 对 很辛苦的 那还要去排队 那我这个人是懒得去排队 但是呢 这个不管是5G建设 基地台建设 手机啊 这个很多相关一坨拉股的东西 那都会助长我们未来的一个行情的走势 而且年末要到了 对对对对 现在很讲的对了 这个年底到了 年底到了要不要做账 要 集团要做账 法人要做账 那你要不要做账 要嘛 要请你跟我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现在老师有提到就是5G的建设啊 那之后很多人就想说 川普概念股跟拜登概念股 因为还是会觉得怕怕的啊 就有人在想会不会拜登 如果没有当选 假设没有当选 太阳能股就全倒了 会吗老师 不要太多啦 太多也没效 大家想说啊 这个财报好到报去买 结果呢 掉在上面 然后财报烂到报 结果呢 一直飙一直飙 现在不要想太多啦 那就照这个图片大家有看到对不对 这些规格啦 好啦 那第一个就是在这个 哎 这个熊啊 大家都说要冬眠对不对 在股市大家都说那个熊啊 什么要 什么不好啊 没有啦 这个这只名字叫做PA大熊好了 各位之前都知道我在讲这个PA啊 那为什么这个PA跟这个股票有些关联啊 我说5G 对 5G要不要用这个PA 要不要用3D 都要嘛对不对 那你那个以后就要Wi-Fi6啊 现在在建设当中也要嘛 还有一个基地台建设 也要这个PA的东西 尤其现在5G的建设当中 那个PA啊 它是很多颗啦 不是像之前扫扫的 它用量要很多啊 所以这就是未来体材 大家看那个线型也OK了 再来就小支一点的 有人说哎呀 PA我看好啊 但是呢 这个PA有那个大支的比较贵 那小支的可以参考对不对 小支便宜很多嘛 那不是说股票便宜就一定很好 但是这种便宜的呢 小个短腕里面好好把握啊 这个图看起来相当不错 这叫什么 这一支叫做那个双红嘛 双红啊 双红讲到这个PA之后呢 主持人他想说 要让他赶快看这个散热 所以赶快跳回去啊 这个散热是怎么样 最近天气很冷啦 但是冷的当中 大家办公室要不要有空调 还是要有 那空调跟散热什么关系 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你的手机5G 速度要快对不对 那速度要快那个会发热嘛 那你要放那个散热嘛 那这个散热其实这个股票呢 哎 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个 好像在此破最低档 今天开始有动作啦 那你就开始留意啦 这个散热这个不会骗人的 这个很多东西要散热嘛 像你这个也要散一下对不对 何老师那也散一下 我要告诉你们这都是商机了 好 再来一个秘密武器 哎这个 刷到这张股票 小玉 刷到这张股票 我就有点打抱不平 怎么了你知道吗 千涵你知道吗 那个 之前有某某某的什么地表什么的 然后呢说他不好 结果公司跳出来说 没有啊我有接到case啊 结果跟了不得了 他现在是苹果心机的镜头 对啊请各位好好的有买苹果的 拿来翻翻看 后面那个后置镜头 就是这间的 它叫做玉金光 后置镜头用七批的 很多人当时说这个七批这个 他什么台什么故障率太多啊被淘汰啊 35块可以飙到现在 涨到50块钱 哦 那很多人说 哇原来是用他这样的镜头啦 好啦 那除了这个大家看来听得很高兴 对不对 来再跟各位讲 啊这个 这跟苹果什么关系 大家知道那苹果 苹果还有现在呢 不是5G也要用那个叫做ABF版 对 那ABF版 我今天不在节目中去解释 什么叫ABF版啊 但是这个东西 从这个股价这边 大家看到 哇这样想 看来害怕 对不对 对 涨那么多 这个千寒问我问对 也是大家的问题啦 为什么还会不会涨呢 你们想一个股票 为什么从低档 能够涨到高档 有体财嘛 那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处 还会不会涨 不要认为高点就高点啊 那当时台积电200块 高不高 好高哦 300块高不高 好高哦 400块好高 高不高 现在涨到几块 对 这就跟各位说啦 做股票强者很强 但是这个族群都不会改变 还有一个 说到这个 讲一下台积电 这个台积电呢 这个晶圆代工 大家都知道嘛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这个台积电 这个不管以后的2奈米啊 或是什么的 都需要用到这一个 而且它现在要涨价了 是不是 这个这个还有牵扯到 那个 那个它的材料 细晶圆的部分 我不晓得今天这个图 有没有接下来这个 除了台积电之外 相关的细晶圆 要留意一下 还有这个联电啊 这个官司的问题 已经告一段落 留给市场上去报导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 这个联电呢 在今天呢 稍微有些的一个爆量了 稍微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呢 之后喝口水啊 再来再来 做下面那一波了 所以其实联电 还是可以持续追踪 因为今天的量呢 已经爆到非常的大 先停一下 但是它体材没有改变的 唯一在股市里面 改变就是筹码了 那下个礼拜开始 大家好好留意这块主轴啦 这块主轴是不会变 但是股票要来回 零回的操作啊 不要从楼下包到楼上 从楼上包到楼下 结果一场空了 这样知道吗 好那刚提到的晶圆代工 那环球金可不可以注意呢 当然可以注意 非得注意不可 很简单的逻辑 台积电它的材料要跟谁拿 环球金 那么环球金呢 预估到明年 它这个体材啊 它明年呢 会有那个 就是它的量会不够啊 那量不够 会一直跟他拿 跟他拿的时候怎么办 我就给你调整价格 我调整价格你买不买 你还是要给我买啊 就是要调整价格吗 那明年呢 好玩喔 这些所有一团拉股的 不管台积电 到它的细晶圆 到它的上中下游 IC设计 通通要留意知道 是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 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ght 跟Tele管 才能解释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